主席 主席 这位同仁 我们的行政院官员 还有在座所有的媒体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本席首先要呼吁 台联党对陈冲院长施政报告的杯葛 需要尊重其他政党的宪法权利 立法院是所有政党表达意见的场所 台湾民主呢 最需要的就是要学习到对于意见不同的人的权利的尊重 所以台联党团如果今天要杯葛的话 本席乐观其成 但是呢本席在您随后的发言呢 也希望在时间上能够掌握 让本席有发言的机会 其次本席今天也要呼吁 吴敦玉副总统 需要慎思是否要在三月底四月初 参加在南海南岛的博敖亚洲论坛 两岸和平发展是全民所乐见的 但是两岸的交流互动仍然需要注意要有一定的准则 在两岸人民的事物的交往上面 我们要注意到平等与互惠 但是在两岸的政治领导人的互动 则要注意到尊基本的对等与尊重 吴准副总统如果在三月底到博敖 我们要见到的是中国大陆方面的李克强副总理 这个符合对等的原则吗 如果不符合对等的原则 我呼吁我们的行政部门应该派我们的江副院长去参加博敖论坛 这才是对等 这才是尊重 如果一个副总统之尊 想想看在2008年的时候是我们的肖副总统 他见到的是胡锦涛 如果没有这个对等的尊重 那么就对于台湾人民的情感是一种伤害 所以如果无准副总统候选 无准副总统到博敖 没有办法见到更高层次的中共领导人 那么他就必须要完成另一项使命 他在博敖必须要见到所有的重要的国外的政治领导人 或者是部长 或者是前副前首相 或者是总理等等 如果没有办法见到这些国外的这些重要的官员的话 那么无准副总统去博敖 对于台湾人民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我在这里郑重的呼吁 无准副总统 要慎思是否要去博敖 以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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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